國泰式化續稱杯足球邀請賽 邁入最後一天的賽程 眾所矚目的冠軍決戰 由第一次參賽的新北市新市國小 交手同樣來自新北市的 Pakaroni俱樂部 結果原先以0比1落後的新市 在下半場靠著背號二號黃凱軍 一次左腳抽射成功破門 把戰局逼近PK大賽 而且他還在PK當中擔任 門將成功擋下對方的前兩次進攻 率領新市在PK賽當中以4比2勝出 搶下冠軍頭銜 當賽手之前我心想說無論如何 就是要把每一顆球拍掉 教練在開賽前跟我們說 每顆球都不要放掉 就是一直拚 有拚就有機會 那時候他們兩個就已經壓上來了 如果我沒有用左腳的話 再切回來用右腳 有可能就是會被攔截這樣子 最後一個關鍵的進球 我覺得他是把整個試氣帶起來 然後間接的在最後的PK的表現 是展現出我有霸氣 我就是要守下來的那個氣勢這樣 雙清都是籃球員的黃凱軍 竟成了爸媽的良好體格 現在年僅12歲 就已經擁有一百七十五公分的 傲人身高 平時跑在球場上 總是比身邊的球員高上將近一顆頭 但同樣身為運動員的黃爸黃媽 給予兒子的絕對不是只有過人的身高 練完球或是比完賽 媽媽都叫我拉筋之類的 或是說受傷要怎麼去復原這樣 假如說把別人撞倒了 或是被出了一些很不開心的犯規 我媽媽說就是 反正是場上裁判最大嘛 就是沒有辦法去反抗 就媽媽說就是自己冷靜一下 重新再來這樣子 從身材 球技到心理素質 小學六年級的黃凱軍 展現出了無限的潛能 期待他未來繼續精進自己 或許再過不久我們就有機會 看到他披上中華隊的戰袍囉 回來體育新聞 兩位張艾德 台東採訪報導